《新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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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用尹律的手法 或傳統的手法 水馬 或者西方文化的手法 我覺得最重要 是表達到時代的蜂貌 我认识 我是王校馗 很多人都不识我那个馗子 大部分都懂错误我解释 原来我是一个业余的画家 70岁退休 现在是军语的 以前我是大河读过机械 喜欢画画 但是画得很少 五六十岁开始就画得多些了 因为来到香港这碗饭很难 很艰难的 等到找到你可以 基本上我不死就可以摘成画的画 所以现在是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香港的画家 以前是很辛苦的 我们七八年我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做画家 我都难过是否画画呢 很快就破灭了这个梦想 所以就算不行了 谁也有问题 水墨画的难度 不是说你很难看得明白那种 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以前的水墨画 我们说 比较传统的水墨画 重复得很厉害 大家好像一样 你比方说 赵小岩的地址 全部是赵小岩 这个就给大家找出一种 给大家一个误解 因为我们的水墨画 是很保守 很传统 不靠变化的 但是近十来二十年 这个观点基本上变化了 很多年男牌的朋友 现在都是在那里 坐着实验水墨 所以这个战略反而 我觉得应该是 一定要像我刚才说的 各种风格的水墨画 拿出来 其实我们中国的水墨画 你有真正的了解 我们的表现能力 这几十年来 不会输给油画 其他西方的媒介 但是现在西方媒介 它又不是说油画 水平 有不同的说版画 雕塑 不同的说这些 它说那些 装置 好情味 说那些 所以这个呢 有跟我们很大的不同 所以现在不单止是水墨 而是香港生存有少少难度 油画水彩 一样有这个难度 这个不是东西方的问题 引导了前卫和陈同 前卫和陈同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有作品是中和媒介 又不是油画 又不是水墨 其实我最后想表达一个什么 我觉得没有一个题材 用某种方式来表达 表达得好 我就用某个题材 我不需要把自己锁住 是说一定要用水墨 水墨一定要用李佛影的方法 一定要用黄酒的方法 一定要用赵小环的方法 我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些 我只要表达到我想讲的东西 说得出来你听得明白 我自己说得很清晰 又可以表达我自己的难的东西 我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始终这个是一个手段 这个不是目标吗 目标和手段是不同的 这个手段我可以学到的 目标呢 你摸这个目标 你学不到的 目标是你自己生里面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的观念就是 不择手段表达你想讲的东西 今天你有所有和没有关系的东西 不好 全部不要 保留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 我怎样用这个方式 来表达你想讲的东西 因为你这样被人家很干净利落 但我们说话就很啰啰嗦嗦 一轮都不知道你想讲什么 所以一门娘娃呢 其实一走开起来 好像李陶欣公 苏东坡啊 或者怎样 其实它是业余娃加个娃 因为它为什么是业余呢 它根本就 不会买娃来吃饭 所以它可以表达你的 你画的画 苏东坡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你给我画个竹子 它踩的都算了吧 它该不踩的 它该挂钱了吧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我们中国的画谱 我们类似上所有画家的成本 百分之搞啥都是当官员 东海普通 称求和其笔法座 而鬼格雷教头行台得过徐位垂为 我们的血液花了的笔足了 因为血液画本身是在文人画里是非常重要的 洗肝顿了白 第二个容易表达情感 所以写一块它本身的经历也很丰富了 得过神经病 九次自杀没有死 但它的成就非常高 它是文章写得非常好 给皇帝写皱纹 还有它会军事 它是军事家 它只会战斗 画画的它来讲 整个生活中不是最重要的 但它确实有画道 到了清朝吧 已经就没有什么官员为主的画家了 是吧 只有石涛 对吧 他画得很好 他本来也想用画画作为工具 在清朝的统治下 混个一官半职 没有成功 但他就 你说他是不是文人画家呢 好像也还是文人 属于文人画 对吧 拔大就肯定是文人画了 那么那个士绅 基本上也可以当做文人画来看 那么这些就不是文人了 就不是官员了 变了 跟以前明朝之前都不一样 那么反过来 今天到了香港 还有没有文人画呢 这个反倒是我们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那么香港画家 我个人来香港我观察很久 香港的业余画家好不专业画家 他为什么呢 他一样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理想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 就不要个个都跟樊高那样 那种疯疯天天没饭吃的生活 对吧 你可以去很多例子了 李寿坤 现在大家认为他大师了 他是油麻地小人公司的职员 小职员 计察员 查票的 那个时候还要查票 他到他一定的时候 他会 才找个专业的画家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他像文人的 他的作品也确实有文人味 所以这个里面就 如果讲文人画 我们香港还真有点像文人画的画家 还真有一几个像的 这一点跟古代还有点和尚的这样的感觉 那么当然你说你专业的 是不是也可以画出那种文人画的味道呢 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 卖画不是说不可以卖 因为人家买你的画拿钱买 不管多少都是对你的一种肯定 我们讲修养其实一个 首先自己要当做一个普通人 如果你是把这个画画当做吃饭的工具 有时候尽量避免吧 军老是好塞个水 一条好塞个水 若根条塞个水 毁满一切的也要喝了 带钢带火怎么样 澎白而来 澎白以来 艺术一定是由生活中出现的 我想给人家看的东西 一定是我在生活中发现的某种东西 怎么加工以后再给人家看 源于生活高于什么 艺术就是要表现出来给人家看的 你唱歌 你一定是要给人家听的 不可能永远是给自己听的 画画一定要参加展览的 他不会永远是在家里自己画的 对吧 他就是要给人家看 给人家要看什么东西呢 要看你艺术家自己的想法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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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